对于金融市政府提出台铁109班次 征停南港站的直达车折中方案 在立法院蔡世英邀请下 台铁局局长杜威特别率领同仁到国会办公室 说明相关进度 台铁方面表示 因为征停南港站涉及到时刻与班次调整 知识体大 需要更详细的规划与评估 台铁局特别来委员办公室拜会委员 也了解到地方的需求 那针对列车是否征停的部分 台铁局会带回去研议做仔细的评估 那目前最主要的一个困难点在哪里 针对列车的行驶的仔细的时刻的部分 我们还要去针对仔细的去评估 征停是不是可能对列车 其他列车临近时间内的列车造成延误 这个都会对旅客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所以这个要很仔细的去评估 由于台铁预估4月将进行一波大改电 蔡世英建议台铁方面可以在改点前先行事办 台铁局长也允诺在一周内决定如何执行 那因为现在有许多人反映说 这个南港转运站本身位置越来越重要 所以南港车站跟南港转运站 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新的增加的站点 那今天早上我特别邀请了我们的都会度局长 还有他的重要的这样的调度室的相关人员 大家来讨论 那局长表达说这个议题应该是有可能可以来实行 那我会建议的方式先用事办的名义 因为台铁预估在4月底的时候 会有个全部的大改点的计划 那我是想说我有特别跟局长提到说 在正式大改点之前 如果这个班次 真停南港车站 不会引起大规模的改点的状况的话 那也许可以用事办的方式 让民众来使用看看 觉得在南港站多停这样的一个方式 对这个班次本身有没有影响 以及民众的需求高不高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的前后班次都有停南港车站 所以对民众来讲 他的选项很多 会不会把这个班次列为 他优先选项 这个就是民共的用路人 他本身的一个习惯的选择 所以今天主要跟局长 跟我们所长 这边有聊了很多这样的议题 那台铁预估说 赶快竞速一个礼拜内内决定 这个实行如何来实行 那我也非常高兴 局长有听到我们地方的一个建议 那主要原因是 我会竞速来促成南港上的家庭 但南港上的家庭 还是要看胃癌的酿酿 能不能达到满足的需求目标 那最后作为4月底 台铁重新改点改班的 这样的一个最后的参考 记者张琪辰台北报道